我都这个岁数了 家里吹死了 要不我还是随便找个人 凑合凑合算了 这感觉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吧 每一节课你都去 但是每一节课你都不听 这就是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感觉 你还要牵到 还要被点名 这就是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还是那个孩子被束缚住的感觉 如果这节课还是专业课 那就是你和不喜欢的人结婚 还被迫对他言听计从的感觉 课堂上表面那一片祥和的气氛 就是外人眼前的幸福 这也是为什么有了第一次逃课 就会有无数次逃课 而且你要知道课最终是会上完的 日子可是过不完的 有浪的直撞 浪步调刚刚